杨女士租住在杭州拱树区赞成武林里小区 房子是双钥匙户型 她住在楼上 去年她跟杭州西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租期从2022年3月16号到2023年3月15号 每月租金2500元 压一负三 在到期之前呢 3月3号的时候 那个房产公司 他再次给我签约了第二年的合同 但是这份合同签好的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房东找到我们了 找我们的原因呢 是因为自家中介 没有交给房东房租 等于是违约了 他要求我降价吗 然后不降价的话 他不付房租 他拖欠了你多少天的房租 我打电话 我第一次打电话 就是抄了合同的7天 然后后面又过了 到11号的时候 也没给我 然后后面我不是 20号去他们公司的 等于相当于拖了20天 然后最后没办法 我不想跟这种烂人纠缠 那我就给了他中介费 留着你两个顾客 两个房客 然后呢 剩余的到20 截止到20号 就是除了扣完那个钱 剩余的他也已经 微信退给我了 房东崔女士提供了一份 合同解除协议 上面有段手写文字 大概是说经过计算 扣除2000元中介费后 西域还要打给房东 1103元 收到款此协议生效 双方再无纠纷 协议上的日期 是2023年3月20号 杨女士和西域 签的第二份合同 租期从2023年3月16号 到2024年3月15号 租金每月2400元 那么我第二年签的合同 就是无效的 他们解约的第二天 就是3月21号 我跟房东签合同了 那么就是那家公司呢 他就以各种理由 不肯退我押金 3月16号到20号 他们这个这个之间 他跟房东还没有解约嘛 没解约我还住在 这个房子里面呢 这个房租呢 我交给他 我是认可的 这段时间房租多少钱 这个段时间是5天的时间 5天时间 他们是第二年签的是2400一个月 那就是80块钱一天 5天是400块钱 这400块钱我是认可的 但是从3月21号到27号 他一直到27号才退我 那么这个 这几天的房租 我是不认可的 因为他们已经解约了 这个房子 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来收我房租的 他当时退了你多少钱 退了我1520 那钱相当于扣了 980 980 但是按道理呢 应该退我2100的 就是中间相差580块钱 那如果说按他们这样来算的话 他们延迟一个月退我押金 我是不是一分钱押金都不用退给我 延迟一年的话 我是不是还要倒贴他一年的押金 倒贴他一年的房租了 找到杭州西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里面只坐了两个人 其中一位说是过来找朋友的 跟西域没关系 另一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表示杨律师的事情之前了解过 就我跟房东解约是跟他没关系的呀 就我跟他解约的时间是27号 就是27号截止 那20号的话你们跟房东解约了他的房租 你们还能收吗 是啊 对啊你们有什么资格收我房租 我跟房东解约是我跟房东的事情 但是你说的是他的房租呀 对啊 但是我跟你是27号解约的 是我的钱你批上吗 我们跟房东有额外的钱要计算的 所以说我们要延期 那你们跟房东是几号解约吗 那我跟房东也27啊 房东20号 这房租明明显得在这里了 你们信息持黄的你知道吗 对着事实在这里刷谎 你们这几个人啊 真的没有一句是实话 这不是20号吗 房东发给他的写上面写的是20号解约 明明他们解约的是20号呀 你们都盖章都在这里的 怎么就27号了 20号到27号 你凭什么收我房租 我们还有额外的协议 凭什么 我们还有额外的协议 什么协议 提供一下给我们看一下 提供不了 你提供不了你信口实话 你提供不了 我跟你是27解约的 就这个辛苦持环 我就退到你27的 凭什么 凭什么24号到27号收我房租 凭什么 有什么资格 你给房东打个电话吧 他说是27号解的嘛 频道记者说要联系房东进行核实 这名工作人员站了起来 直接离开了公司 没有 就是签了一些解约写页 就是解除我原来的合同 上面都写的一件二组了 那他要说不清楚 那我也没有办法 他不承认 上面都写的一件二组 现场又等了一会儿 那名工作人员没有回来 姚女士表示 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并不 investigator 对那 gone 快速 移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